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们觉得我说的也好 或者想看我每天的收视post早点收到 或者想看到某些资讯的 你可以去patreon支持一下我 其次我还有一个免费的Facebook private code 如果你觉得我写的东西又想早点看 或者想收多些我的资料 或者我发放的资讯 你可以去Facebook去加入我的 private code 其次有没有再贴近的市场? 有的就是我会有两个谷 那两个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每日数据分析 每日有即使数据分析 中间有很多数据 甚至有时会给大家一些即场的烟石 另外就是每一晚我都会有另一个谷 就是其权盘路仓位解读 主要就是去分析一下 每日每大户做过什么策略方向等等 所有东西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Youtube下面 下面有留言可以登记 或者有一条链在里面 有问题可以在留言或PMO 现在正式开始 这个星期的每周大肆分析 欢迎大家回来奇权大叔每周大肆分析的 美股特别篇 我们讲一下美股 好了 这幅周线 从道士来看 又不是那么差 以周线来说 它仍然在第一阶段 比较 它仍然被下降通道压住 又未上升上升通道 这个没错 它刚刚在交界里面 如果未来星期能够冲上去 就不会看得那么差 再加上周线仍然第一阶段 我们再看看SMP SMP是差一点 SMP现在是第六阶段 所以差一点 也不是很多 再者 你看到它仍然在上升通道 边缘正在走 能不能够 都是一样 跟导致一样 可不可以抽一抽上去 如果能够抽上去 最好能够挑战 4100那条黑色线 这就更加好 又或者这么说 现在要抽上去 都要比较接近 那条线越来越接近 看看它 以周线来说 可不可以上回去 我们再看了 那条纳线 我更加不要看得太差 虽然它现在 从下跌通道看 它真的在下跌通道里面 不过 这是最外围的那条线 另外 另外, 它在另一個上升通道裏 浮浮沉沉 如果以這個上升通道 我覺得它現在正在走第三階段的上升 如果這個上升有可能 它會升穿1月底的周線頂 所以不要看得太差 不過以趨勢圖來看 它現在是第五階段 不過也好, 它是一級一級上升 幾個指數來說都比較偏好 不要看太壞 稍後回來看看一線 稍後見 好, 回到一線 這幅是道指 如果我們近看道指 你會覺得它似乎彈穿了下跌通道 這個事實是, 已經升穿了 星期五還升得挺厲害的 下跌通道 但如果我們宏觀點看 我們縮一縮圖 它是不是正在做一個 1, 2, 3, 4 正在做一個多頂的情況呢? 有點像 但又反過來 它現在是一個大橫行區間 為什麼呢? 它正在做1, 3, 3 又有3個底 其實從最後都是一個大橫行 現在來說 看看它能否再升穿 之前的幾個頂 一級一級上 可以的呢? 其實我覺得它還有一點力可以上 因為如果用一個再宏觀點的角度看 這裡衝上來是一個大的同力 現在來說 雖然說這裡上、落、上 落、上、落、上、落、上 其實是橫行的 如果我們縮小 它可能只是一個橫行區間 如果以橫行區間的雜星就是 它之後橫行完畢 都會走回原本的方向 即是向上 究竟會是怎樣呢? 我會這樣說 暫時不要看得太淡 因為從多方面 剛才周閃看了 趨勢圖來說是第一階段 它似乎是在做一個調整 調整完之後 它又有能力可以再上 我們再拭目以待 不過如果日線看 它現在是一個第三階段 不是特別好 不過我覺得是在橫行 只是在橫行區間 但我會這樣說 不要看得太差 有機會衝多口 還有留意 它這個月的22日 意識會不會到時 又會倒回頭 因為意識後 比較擔心另一件事 就是美元轉強 美元轉強 對所有投資項目 都有一個不利的影響 到時再看 我們看看S&P S&P也是一樣 它又升穿了下降通道 這次第一次升穿 那會不會再回來呢 希望它不再回來 因為 怎樣說 其實都可以碰到第二次的上穿 因為以最原始的第一個下降通道來說 現在已經進入了第二個下降通道區域 甚至乎如果星期五那一 是升穿了第二個區域的下降通道 即是這裡 所以換句話說 會不會這次二次上升 然後再衝上去呢 一點都不奇怪 我們等一等一等 所以我都說不要太淡 它突破了這個橫行區間 即是之前平時出來 第一天而已 如果接下來還有幾天 可以衝上去 而沒有什麼 一個很大的動力回落 不是一件壞事 可能是向好的 好 看看蠟子 蠟子也是 不過蠟子我會這樣形容 蠟子形成了一個新的下降通道 跌得急了 不像之前那個慢跌 這個是Earth急跌 這個下降通道來說 問題是現在來說是第二次升穿 是一個向好 第一次不算太好 第二次 一個比較好的信號出現了 會不會再衝上去呢 要等市場去確認給我們看 現在來說我都會覺得偏好的 不要太淡 所以大家要小心 如果你想做淡 未是時候 就算你要做淡 不如等高一點 在這些位置做 看看它是否破到頂 破不到頂 就下來了 破到頂的 現在來說是有些動力上去 嘗試破頂的 何必你現在在中間做淡 所以我會形容 等一等 如果你想做淡 做好的 我覺得可以輕注一口 等它上去 再來到這裏 這些大阻力區 即是差不多接近頂的地方 你想想一下成績 吃一吃 又不妨 到時再看看 它能夠連這個頂 即是今年2月頭的頂 都穿上去 再算 再追 所以美股不要太淡 美股是有些動力向上的 暫時就這樣 這個星期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在谷歌裡面留言 又或者在留言 我會盡快回答你們 下星期再和大家 美股每周大使分成 下星期見 拜拜 這次又如何 你的正面 UE1 3 0 2 2 3